天文言你好 想放进我们教育部里面来 每一个部会都想把东西放我们教育部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虽然有一些人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环境教育法还是应该要通过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要求相关的人员 不过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 因为我从很早就开始 发现我们台湾的警讯 可能比全球暖化还更严重的警讯 就是说对台湾而言 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些有毒的物质 在我们台湾的土地上流浪 就各个工厂的有毒废弃物 不知道再到哪边去掩埋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土物基金 这个查出现在正在运转中 还有这些已经 这个像厚生化学 它就已经是废弃的 现在变成板桥帝王的厚生 是被我们发现28处的污染场之一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民众都问一句话 发现这些污染 接下来怎么办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安顺场 那个整治是没完没了 像个无底洞一样 现在我们把台湾人物场 这个提升到变成整治场子 又让他自己去调查 然后让他自己提整治计划 所以民众就哗然 就说他就冰冰给我们骗这么多年 他明知道他的这个有毒的这个污水 渗漏到地下水去 地下水在这个土壤里面 就像我们人体的血管一样 一起烧糖你知道吗 它是相通的 所以很多学者专家说 根本就是RCA 第二个RCA一样 RCA就是有意的把这些 没有处理的这些有毒的污水 灌到地下水去 那台树呢 就算他之前 他是无益的 但是他既然已经知道了 他还继续隐瞒 这里面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 第一 这个台树 他既然知道 他有层层的管道 台树是一个管理非常完善的公司 包括他们负责这个污水处理的这些人员 他们的证照不需要被取消吗 那这些隐匿不报 签假的文书 送到我们环保署 欺骗公务员 让公务员做出错误的这个决策 这些人难道都没有法律责任吗 有 我们会来去 去对这 如果有这个专责人员 有这些还工的一些祭司 他有做任何的签证 我们后续都会把它找出来 然后呢 取消他的签证 该有的处罚 该有的证据 我们有没有那个法制人员在场 到底是 应该怎么处理 按照我们的现在的那个法律 如果依照那个专责人员管理办法的话 那是可以策证 策证 然后呢那些 他的那个长官呢 台数 因为是一个人可以支手遮贴嘛 他里面的主管 他的厂长 长期以来 我的意思是说好 就算说欺骗我们环保署 有些人甚至于就怀疑说环保署是干人共犯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先说他们这边 因为我们接到的是没有问题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人一关一关 账到你们这些是什么东西 是让我们看着呢 这样我想这个东西 多少人在上面盖章签字 我们是后面会来追查这个事情 就包括我现在要算他不当得利 我要再收集他的一些资料 然后把精算出来 怕跑不掉的 署长 我请教过 那个很多人跟我讲说在美国 这个就要勒令停工了 第一单单以他有欺骗的事实 我二十几年前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美国联邦环保署的官员 就亲口告诉我 法务人员就亲口告诉我 说事实上他们 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 这个信用的国家 他可以让你厂商自己报 你的那个检体的检测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有不实的报告 那个是罚得非常重 他说罚得破散 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员工 觉得说他们的工厂违法 而且是这个污染了他们的这个环境 所以他们自己的员工 也曾经有人举发他们自己的工厂 做那个不实的那个 这个报告 那排放污染的这个废水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呢你还要再做精算 我赞同您的说法了 因为台数本身在美国那个厂 就你刚刚讲的 也确实他一次不报 被他员工检举 就被人家停下来三个月 这是美国的法律 但是被什么 被美国的法律 被美国都停下来三个月 三个月 停工三个月 这是美国的法律嘛 所以我也一直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参照美国的法律 去定我们的东西 而且做要求 所以这一次你看 我们过去法律没有讲 根据我们的法律有哪一条 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吗 没有这样写 没有讲说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也不认为不以为然的事情 所以我这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有禁止你把它停工吗 没有 但是但是我们有 那你可以把它停工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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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们有对什么情况可以停工 有个情节重大 有很明显的列出哪些条款 不是 有明显的 我刚才也讲过 你们在场所有环保署的官员 你们都是专家 你们非常了解 污染地下水 那个问题有多严重 所以我们之前在这边修法的时候 我要求说 要公告那个姓名 而且要去上那个环境教育的课程 就是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在罚他们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一次的交通违规都需要去上课 这种东西一旦污染了很难拿起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吗 这种含氯的那个挥 对 所以刚才给你报告 比重比水重啊 所以它沉在水里面 甚至于就在石头缝里面 你很难去清除它的 是 这两个就是一个停工 它有两个目的的 一个是惩罚性 一个是诊治的需要 必要 而让它停下来 诊治 为了诊治的需要 所以这两个目的 我知道惩罚性的部分 像美国它是惩罚性就下来了 那我们的朋友 因为我们的没有这样名列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已经加进去 我说你台数你再来一次好了 再来一次 我就一定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 我就让你停工改善 所以我就支持你的这样的说法 署长他没有停工 他就是继续渗漏嘛 这个就是关键了 就是在我们现在了解 他的渗漏的这个源头 他已经把它拿掉了 因为他是经过 废水出了一次 这些除草跟地面的 直接接触下去的 署长抱歉了 我不是说对台数人物长 特别苛刻 我的意思是说 那以后大家都有油看油 我就是知情不报 然后我就继续渗漏 一直到被发现的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渗漏的地方补起来 然后你这个环保署 还会让我自己去检验 然后去提出整治计划 确实像你讲 那就是稳赚不赔啊 没错 我们过去的环保法律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很不满 我自己对我环保法律 很不满的地方 就在这边 诚实的人倒霉 稳赚不赔 所以署长 如果你真是把它停工 大家就知道说 这种精存侥幸 最后是偷鸡不着18名 那现在我起码 我们看到行政陈希伯 让他起码在金钱的偷鸡 把他全部罚出来 就是行政陈希伯 你罚他一千万啊 不是一千万 他如果是几千亿的大公司 他如果我衡量出有1亿 我就要罚他1亿 还要去精算 所以这个都是增加 我们国家行政的成本嘛 没错 在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他就跟你精算 花两个月给你算 你就先把它停工嘛 那个停工的损失 他就知道痛 你现在不停工 他生意照做 你在那边精算 你算盘 比你更精 我们整个的社会 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说 一次的不成熟就停工 但是这次事件之后 我相信 我相信 经过我叫我们 属长 一次不成熟 给他停工啊 大家没有人说 没有对不起他 这是几年的不诚实 这不是一次的不诚实 你把它停工 社会都会支持你 不然我不敢站在这边质询 对不对 我们环保团体 我做环保运动这么久 背负这个反工商的罪名 已经背了够久了 我不是反工商 我是认为说 我们国家发展工业 不应该用我们 弱势人民的健康 做代价来发展 我们的经济跟工业 这个是我所坚持的 我们国家发展经济 为了什么 为了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若先牺牲人民的健康 他就永远不可能去享受 这个经济的成果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呢 不要说是一个惩罚性 一个宣誓性 你就说你下令 这我已经宣示了 你被停工 他再来一次 我一定给他直接停工 还有一点 书长 因为这个PVC 他现在还在生产PVC 我之前也直询过 PVC进了焚化炉 会烧出带澳新 盐酸跟带澳新 那今天在这些 整个过程里面 我是觉得说 我们禁用PVC的政策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因为之前就说 我们的塑胶水管还是PVC 没有办法停 但是至少跟我们的生活 食品或者我们 一般人民生活中 接触到的东西 是不是禁用PVC 这个政策到底现在 原理的怎么样 门飞管处的人也没在 因为PVC在国际间被称为毒塑胶 它那个整个生命周期 都跟毒性有关 我想说 你比我了解 他这个从乙烯加上绿 形成PVC的绿烯的单体 然后他还要加上铅 隔这些暗定剂 然后跟塑化剂 这些加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间 就很容易就是溢散到空气中里面 那他这个使用完了之后 进入粉化炉 还会烧出代曜心 国际上公认的毒塑胶 我们让台数人物厂 这样子的没有限制的 继续在生产 我想这个含绿的东西 都不是好东西吗 没确实 我想我们 我们谈PVC好不好 你不要讲 谈所有含绿的东西 我想这部分 我们来认真去讨论出 看怎么样的一个时间表 我执询了又执询 难道一定要我来冻结 或是删除 我们环保署的预算 我们才要开始start 然后开始起步 来讨论 来开始这个 推动进用PVC的政策 在国际上 已经很多国家 已经进用PVC了 我们来衡量 整个国际跟国内的情况 我们来做一些 到底有没有谁 我执询了好几次了 没有 我想过去 没有任何人在 我们飞管处人不在这边 今天 所以我们现在台北市的 这个所有的焚化炉里面 还有许多PVC的东西在燃烧 然后在飘出带奥星 是不是 今天 这个是千一法动全身 我再强调 我们不是对台数人物厂 特别苛刻 而是说 第一 他说谎 第二呢 他用全民的健康度做代价 来制造他的产品 然后来这个产生 他的这个盈予 这个盈予是假的啊 这盈予是建立在这个附近的 这些居民得癌症 用我们人民的肝跟肾 跟五脏六腑 来换他的这个盈予 这样对吗 所以今天大家才会这么的愤慨 那所以书长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 他停工 你停他三天 别的人就会怕了 你不要连一天都不停 然后还要在那边精算 还要在那边 说你再一次我就怎样 他当然现在买啊 现在拭目所指 对不对 千夫所指拭目所示 他怎么可能再犯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案子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政府 政府怎么样从这件事情 用这个案子来告诉其他正在污染中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效果 因为 署长你们查了28处 整个台湾已经密密麻麻 整个台湾都密密麻麻 都是地下水土壤污染 还有地下跟污染 地下水跟土壤双重污染的地方 还在这个板桥的 都心 地王 后生化学 的这个 这个钱藏子 所以真的是 污染了 还没底 还探 那探不而已 一手 那是探几个手 现在人民要不知道是说 啊接下来政府 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政府 这个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是 这个 你如果这样做 你就是 压到垫口 然后 你 过去所穿的 都吐出来还不够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全面的筛卷 等到你做到全面筛卷 你发现它污染 你停了它的工 所以我们要一个机制 让能够更早的就发现 过去这些废弃工厂的问题 把污染解决 你停了台数人工厂的工厂 连台数都敢停工 其他现在正在污染的工厂 他们就知道 他们现在要赶快去解决 不然就在那边等你发现 然后再来整治 所以我们要把同样的话 都告诉其他的工厂